画面上这一场是前立委杨玉昕 跟小爱爸爸谢果良 打造有爱城市的座谈会现场 前立委杨玉昕 新北市自闭政府且进会等 关怀弱势的代表齐聚一堂 来分享弱势团体的观点跟需求 以及未来的愿景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能够翻转障碍者面对的三种困境 第一个就是所有物理性的障碍 能够去除这些交通 道路建筑物公共空间 那这些能够让障碍者 可以很容易的使用 然后很多人不认识 不了解这些特殊族群 包含小孩父女高龄 或者是新移民等等 我们能够透过教育 能够给予更多平等的机会 能够参与社会大家互相认识 然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面向 都能够有合理的调整措施 来让所有的这些特殊族群 可以融合各行各业的交通运输工具的改变 能够鼓励所有人在太旧换新的时候 去采购通用的无障碍车 或者是说通用的福祉车 让不管是娃娃族 轮椅族行李族高龄的或者是所有行动不便的人 他都很自然的而且很自由很自主的 随时都能够有无障碍的交通 从点对点到最后一里路的这个每一个定点 居家或每一个景点他都能够有无障碍的交通 所以无障碍的交通体系还有无障碍的环境体系 这都是我们要努力去翻转的 其实基隆其实是一个可以利用一个国外成功的经验 重新去打造 不管我们城市从视觉上 从实用上 从科技上 并且在人文发展上面都能够欢迎国内外的这些特殊的族群 跟他们的家人到基隆来游玩或来基隆来享受生活 我觉得这个可以是基隆未来观光的一个特色 其实打造游爱城市不是一个福利政策 而是一个观光产业政策 他在建构观光产业的同时 他也可以将我们本地在地的特殊族群跟他们的家人 因为只要有一个 家里只要有一个成员是特殊族群 整家人都会需要因而调整他的整个生活方式 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应该要利用 所谓观光产业的一个这样子的思维 进而去打造我们全基隆市的一个这样子的 从软体 硬体跟人文方面都欢迎 而且接受并且善待 不要讲善待 同理 我们这些特殊族群朋友们 以及家人们这样子的一个都市生活环境 宇慧代表都相当认同 小爱爸爸能够从爱出发 要把基隆打造成为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提升城市的内涵 各种民众都有尊严的生活 而且翻转天生的缺陷 提供更有创意的观光产业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